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周六举办了第十四届怪兽模型巡游活动 来自全国各地200多件作品参展 大量民众带着喜悦的心情观看了墨西哥本土文化活动 当地时间22号也就是周六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在我所在的改革大道举行了第十四届怪兽游行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届作品参加了活动 这也是墨西哥民间艺人充分发挥了他们超长的想象力 制作出了形态各异色彩斑斓丰富的各种怪兽的形状 这一活动也成为了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怪兽的制作起源于民间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渐成为了民众喜爱的文化活动 据墨西哥城文化局组织工作人员介绍 过去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这项活动改为线上举行 今年恢复线下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到场观看 今年参加活动的200多届作品 大部分是爱好本地文化和具有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的家庭 或是微小企业手工制作完成的 每一届作品造型都经过精心设计 含有了墨西哥人独居匠心的创作能力 而丰富的色彩应用 更能够表达墨西哥人的快乐和对生活的热爱 今年的活动增加了评选优秀作品的环节 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将获得主委会6万笔锁 约合2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游行活动后 200多届作品被放置在改革大道的一册 将继续让民众观赏到11月6号 呼应11月1号和2号 墨西哥民众喜蒙乐街的另外一个节日 亡灵节的庆祝活动 凤华卫视江美旧墨西哥城报道